我觉得非常正确 因为我自己的祖先就是好几代 大概明朝末年的时候 从福建闽南到台湾去的 所以福建和台湾有很多地缘上 文化上的相近之处 以福建作为这个 未来两岸之间探索新路的示范点 我觉得是再好不过 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想法 而且这个示范呢 可以放开手脚 比如说有很多两岸之间的证件啊 这个法律规定啊 一些这个台湾同胞到大陆来 可能一开始会觉得有些不方便了 都可以先在福建做一些特殊的示范 有很多台湾的证件 可能在福建能够予以承认啊等等啊 这些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了啊 就是说未来这些都可以作为一种示范 那它还可以作为我们讲统一过程 以及统一后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一个试点区 有很多相关的想法 可以先在福建来做一个这个实验